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寧前線陳乃書記與情婦不雅聊天 意外又扯出大瓜 烏軍升東激南 俄爾內處成主戰場 朝鮮射導彈後 美核動力潛艇抵韓國釜山港 美機動激光武器來了 將成海空打擊力氣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6日 星期五 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寧強縣吃奶書記與情婦不雅聊天 意外又扯出大瓜 最近陝西省寧強縣委書記赤裸裸的聊天記錄流傳網絡 不僅要吃奶 還要看洗澡 大陸媒體報導 聊天記錄顯示 寧強縣的區書記寧浩和寧強縣的紀委書記宋虎 以及楊立文 宋書記的下屬 一同前往江蘇省的南通市公務出差 在外出差的寧書記倍感無聊和寂寞 邊和自己的老情婦張某在微信中狂聊 由於個人生理需求和心理上的空洞寂寞 寧書記的戒不掉的奶飲又犯了 隨後 情婦邊找個理由 自己準備洗個澡 哪知寧書記直接想要看對方洗澡美照 隨後 寧書記向情婦吐槽 又扯出大瓜 隨行來的楊立文和宋書記住在一起 足以看出寧強縣的官場簡直就是淫謀 縣領導玩得嘩得很 還把市委辦罵上了 簡直把寧強縣搞得一塌糊塗 烏煙瘴氣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雲南大學教授金子強對中國大陸媒體表示 現代官員包養情婦是因為貪官群體道德品質滑坡 違背對婚姻家庭的忠誠 中國網絡作者劉先生認為 現代官員包養的情婦比古代妾的地位更低 對社會危害更大 古代的妾在社會上 法律上和家族中都認可的 是家族一份子 都有保障的 現代的情婦都是吃青春飯 靠美貌和年輕就幾年時間 所以她要更加拼命撈錢 危害更大 也更危險 廣東的董先生則認為 目前中國官場上精神分裂狀況嚴重 嘴上說的是馬列主義社會道德 肚子裡都是男道女昌 包括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理論研究會的官員同樣如此 劉先生表示 人類社會男歡女愛自毀有之 但目前中國的問題是權力集中壟斷 官員以權謀色危害性更大 對社會道德的影響更為惡劣 有網文說中共官場 查與不查的區別 不查都是孔凡森 一查都是貪官 不查全是優越性 一查都是性優越 不查處處鮮花 一查原來都是豆腐渣 不查各個人模狗樣 一查全是男道女昌 不查她是公僕 一查原來她更喜歡女僕 不查問題都在前三排 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 不查都要為人民服務 一查全都在為人民幣服務 烏軍升東激南 俄惹類處呈主戰場 作者沈舟在《大紀元》撰文表示 近日來 扎波羅勒與敦尼斯克地區的交界處是爭奪的焦點 俄軍在烏克蘭南部地區部署了約15萬人防禦 在烏克蘭東部地區應該也有15萬人 烏烏雙方的戰線大約1000公里 烏克蘭軍隊顯然認為 東部與南部的交際處是俄軍防線的薄弱之處 因此把主戰場選在了這裡 若烏克蘭軍隊能成功突破此處 12個旅的大部分兵力可選擇向南迂迴 包朝俄軍南部防線的背後 也可向北包朝俄軍東部防線的背後 還可以一路突進到沿海城市馬利波 完全分割東部和南部的俄軍 俄軍應該也遇見到了烏克蘭的這一反攻路線 甚至掌握了烏克蘭軍隊6月7日的大致反攻時間 6月6日晚 新卡科夫卡市水庫被炸 外界更多認為俄軍在試圖阻止烏克蘭的反攻 大水沖入下游後 赫爾松地區的河道變寬 烏克蘭軍隊架設伏橋的難度明顯增加 重武器難以過河 從赫爾松反擊的威脅性大幅降低 烏克蘭軍隊仍然可以乘坐小艇渡河 但只能攜帶輕武器 實施洋攻都會困難 最多只是騷擾 大大減輕了俄軍的壓力 如今烏克蘭軍隊真正可選擇的反攻方向就只有中部或東部 整個5月份 烏克蘭軍隊沒有正式發動反攻 僅在烏克蘭東部展開局部攻勢 但投入的兵力有限 只動用了少量繳獲的俄制坦克 主要為了最大限度地牽制烏克蘭東部俄軍 俄軍在烏克蘭東部一直採取攻勢 但進展十分緩慢 還付出了重大傷亡 俄軍在新占領的地區尚未建立牢固的防線 擋不住烏克蘭軍隊的反擊 烏克蘭軍隊反攻的規模雖然不大 但步步為盈 令俄軍預備隊不敢輕易掉離 難以支援南部戰場 若烏克蘭軍隊在主攻方向突破了俄軍縱深防禦 南部的俄軍預備隊可能不得不向東移動支援 南部正面戰線就會空虛 烏克蘭軍隊也可能轉而直接向南猛攻 或者雙管齐下 同樣 如果東部的俄軍預備隊南下 以不排除烏克蘭軍隊把主攻方向轉到東部 目前看扎波羅勒地區和頓尼斯克地區的交界處 仍然是烏克蘭軍隊反攻的首選 可謂牽移發動全身 最能爭取主動 朝鮮射導彈後 美核動力潛艇抵韓國釜山港 韓國國防部宣布 美國海軍俄亥俄集合動力導彈潛艇週五進入 兩枚美國對線4月26日華戰隊宣言中概述的延伸威懾承諾 正是近6年來 美國海軍核動力潛艇首次停靠韓國 韓國先驅報報導 美國海軍將密歇根號核動力潛艇部署到朝鮮半島 在朝鮮週四下午下東海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後的第二天 美國潛艇就抵達韓國 密歇根號潛艇將於6月22日離開釜山港 韓國國防部補充說 密歇根號被視為美國海軍代表力量 提供了基於專業通信系統和隱蔽機動能力的顯著水平 擁有突襲能力和特種作戰能力 韓國艦隊司令金明珠中將表示 美國SSGN的訪問 是朝著落實韓國總統尹茜月和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的《華盛頓宣言》所概述協議邁出的一步 美機動激光武器來了 將成海空打擊利器 據保加利亞軍事網報導 H4是五角大樓的嶄新概念 以治理開發機動激光武器 而研制這托盤式10千瓦激光武器的主要目的在於 讓它較容易長途移動 並便於裝設在不同的平台上 而據軍網報導 美國空軍已接收了這款反無人機 以防地面部隊遭短程空中攻擊威脅的新型激光武器 而在交付前 它通過了空軍的檢測與評估計劃 其中包括好幾天的實彈演習 以在短程攻擊 風群攻擊和長程威脅的狀況下 尋獲 瞄準 追蹤 並摧毀目標無人機 事實上 自1960年代以來 雷神就在研製各式激光武器 而H4是結合多年研發的技術所打造出的導能武器 這款新一代激光武器比先前的產品體積更小 更強大 也具備更多功能 可裝在軍車 軍艦和戰機上 並能用以摧毀無人機 導彈和小型船艦等各式目標 H4只要靠筆跡型電腦 還有電玩式控制器操作 並能加入現有的防空和指管系統 而美方會開發H4激光武器 是為了要以更有效的方式來抵禦 具如無人機和其他無人系統的威脅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請您的支持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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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